大家好,今天是1月8号 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哈萨克斯坦的局势 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是哈萨克斯坦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情报的情报头子 马西莫夫突然被抓捕 而且罪名是叛国罪 那到底他犯了什么样的叛国的行为 为什么要把他给抓捕起来呢 外界不得而知 哈萨克斯坦政府也没有说情况 但是纽约时报还有美国一些报纸 也做了一些猜测 认为这涉及到高层权力的一个斗争 那马西莫夫这个人 是一家非常能干的一个官员 他还是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 后来在中国语言学院学习 后来又在武汉大学 还拿了一个法学的学位 后来他还取得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 他还掌握了好多个语言 英语、俄语、中文 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能干的官员 所以他回国之后呢 很快就做到了总理 他总理也当了两届 然后呢就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情报的工作 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就是老独裁者 纳扎尔巴尔夫呢 关系非常好 两个人呢 共同合作了三十多年 那他呢一向就比看作是纳扎尔巴尔夫的人 所以呢 这次把他给抓起来啊 实际上很明显 就是现任的总统 托卡尔夫 对旧的势力 对老独裁的势力呢 要进行进一步的清算 那现任的这个总统呢 他托卡尔夫 就是在1月5号的时候 他突然呢 让国家安全委员的主席 纳扎尔巴尔夫辞职 逼着他辞职 然后呢 又逼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 就是纳扎尔巴尔夫的侄子 让他也辞职 那现在呢 是第三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马西莫夫 他是官委里面的这个情报头子 把他呢 直接抓起来 也叛国罪的形式呢 给抓起来了 所以纽约时报呢 他说的是对啊 就是目前这样一场严肃革命呢 已经转化成一个权力斗争 哪两个权力呢 一个就是现任的总统 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因为他把老独裁者的国安委员会的主席 他给逼着辞退 然后他自己做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老独裁者 纳扎尔巴尔夫 纳扎尔夫呢 就跟中国的邓小平差不多 他虽然退去一线 但是他掌握这个军委主席 他一直在垂帘听政 他做国安委主席 然后他的这个亲戚啊 女婿啊 把全国的国民经济啊 矿产资源啊 天然气石油全都给掌控了 他的实力是非常大 这两国势力呢 实际在进行权力斗争 那本来呢 这个运动呢 是老百姓啊 对这个权贵体系的不满 刚开始因为天然气涨价 石油涨价的原因 人民就走上街头啊 进行抗议啊 然后呢 对抗议啊 很快转化成政治的诉求啊 要求这个政治老人啊 这个老独裁者下台 那这样一个运动呢 但是呢 在后期的时候呢 就现在目前来看啊 一方面就像中国的六四一样 那他 呃 现任的这个总统呢 他进行残酷的镇压 就是说 你可以没有任何预警 就可以开枪 而且叫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独连提啊 他们的这个安全 呃 协议里面的这些国家呢 进驻 哈萨克斯坦 进行残酷的镇压 另一方面呢 这样一个民众的抗议活动 比两派 主要的权力 势力呢 给利用起来 他们进行 权斗 那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穷众的抗议呢 中间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一些现象 啊 比方说 呃 当地的这个飞机场呢 啊 突然呢 这些 安全部队全都给撤了 然后主动的叫抗议者给占领了 而且根据一些抗议人士说 啊 他们在进行和平抗议的时候呢 突然 警察给撤走了 啊 然后呢 呃 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的这个暴徒 打砸 抢烧 然后把政府的这些市政厅啊 好多政府的设施啊 进行砸 烧 他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些 和平抗议的 也不是这些企业的工人 也不是大学生 那突然冒出来这些人呢 大家都非常的可疑 那 这些情况呢 都反映了啊 就是安全部队 政府的人啊 他们里面呢 出现了很多的一些 呃 他们要来搞是非的一些人 那他们接 群众的这个用盾呢 要进行权力的斗争 那这个权力的斗争呢 啊 主要是两个方面啊 一个呢 就是现任的这个总统 托盖伊夫 啊 他呢 啊 主要是要利用 人们的这样种怨气啊 逼着这个老独裁者下台啊 逼着把老独裁的势力啊 进行清算啊 所以当人们走向前一头啊 要这个石油啊 天然气价格呢 呃 飞涨 然后呢 呃 要求这个降价 然后就提出这个老混蛋 赶快滚蛋 这些口号之后呢 他就逼着 纳赛伊夫给下台 因为呢 呃 这个情况就跟八九六四一样啊 啊 这个老独裁者啊 他垂帘听证呢 对真正的这个总统来说啊 呃 那威胁也是比较大 两个人呢 呃 有很多的一些矛盾啊 就跟当时呢 这个邓小平他做军委主席啊 但是家所谓的大事都是他决断 所以在八九六四期间呢 戈巴乔夫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呢 那赵紫阳啊 见到戈巴乔夫的时候啊 第一次就向全世界公开了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大事情都还是邓小平来决定的 所以在这个结果眼上呢 把这个事情呢 给兜露出来 邓小平脸上呢 很不好受 非常的尴尬 那赵紫阳这样做呢 一方面是因为赵紫阳呢 对邓小平也是不满啊 长期的搞这个老人政治啊 垂帘听证 而且思想保守 不进行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呢 赵紫阳也是想借助这个国际舆论的压力啊 还有国内这些民众 当时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 这些人的压力呢 逼着呢 这个邓小平呢 有所改善 所以说 那赵紫阳巴依夫他作为哈萨克斯坦的邓小平呢 他垂帘听证 导致当就是现在的这个总统托卡依夫呢 实际上也是有名无权呢 所以他借着这个民众的抗议呢 第一时间就逼着他下台 那赵紫阳巴依夫没办法 他就下台了 然后呢 这个现在的总统就给 任了这个官委主席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那赵紫阳巴依夫呢 他虽然下台了 但是他操纵他的罗洛呢 又干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这件事情呢 他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社会继续搞乱 搞乱了之后 让现任的这个总统呢 控制不了局势 那控制不了局势之后呢 就要把他这个人马呢 再一次的给请回来 让他回官返账 或者是他的侄子啊 或者像这个马西莫夫啊 他们来做总统 所以说他们把这个 史太祥进一步的扩大 把这个和平的这些抗议啊 转化成一种打砸墙 一种暴力 让现任的这个政府总统 难以控制 最后政府没办法下台 安娜好 那赵紫阳巴依夫 他派他的这些亲信 再次的做这个总统 他再次来控制 所以呢 当这个和平的游行 示威开始的时候 各派的势力都给介入进来了 尤其是这个老独裁者 他可能派这个安全部队 他掌握的一些人 故意进行打砸墙 故意想把这个 当时的这个总统呢 给搞下台 但是这个总统呢 还是一个非常残忍的 果断的这么一个人 他一方面血腥的镇压人民 而且请这个俄罗斯出兵 另一方面呢 他对纳赛巴依夫 老独裁者的势力呢 他是快刀斩娃娃 他不断的抓 先逼那个下台 然后他的侄子 还有几个部长级的 也全都给赶下台 然后就把这个 马西莫夫啊 这个最难干的 这个人呢 也给抓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他的这个 老总统 老独裁者 他的这个势力呢 现在基本上控制起来了 当然呢 这个老总统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说现在 现任的总统呢 又放出话来 逼着这个 老独裁者就发话 就说叫大家拿来支持 现任的总统 支持这个 现任政府 实际上 估计这个 老独裁者呢 已经处在软性当中 那未来的局势 怎么样发展呢 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老百姓的 和平抗议运动呢 会遭到彻底的镇压 目前根据 国际社会 媒体的报道呢 已经有 4400多人呢 被抓捕 近百人呢 比这个 枪杀镇压 当然很多的 安全官员呢 警察也给打死了 经过这个 血型的镇压之后呢 和平抗议 这个运动呢 就可能归于平息了 紧接着呢 他会进行一些 社会改革的措施 比方说在言论方面 网络控制方面 异议人士方面呢 他做一些改善 毕竟要跟 纳扎巴耶夫 他做垂帘听证 那个时候呢 要有所不同嘛 他要 争取民心嘛 所以说 推卡一夫呢 他 把局势平息了之后 有可能呢 在政策方面 稍微 宽松一些 稍微 温和一些 当然呢 他骨子里还是 改变不了独裁的 这样一种体制 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 他本从 从那个 共产国家 转过来之后呢 没有经过 多大的改革 他只是把 西方的这些议会啊 三权分立啊 只是这个表面上有 但实际上 他根本就没有 什么多党竞争 从来没搞过大选呢 那他还是一个 一党制的一个体系 当然这个党啊 在经历 纳扎巴耶夫 这个专制统治之后呢 可能在 扎巴耶夫的手里呢 他会变得 稍微温和一些 然后呢 他就会继续跟中国 俄罗斯合作 来发展经济 当然他现在还面临着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所说的 你现在 俄罗斯的军队啊 一大批一大批的 进入了 哈萨克斯坦 你请身容易啊 送是难 你把他请过来容易 但是你送他是很难的 他在这个地方 驻扎下来 表面上来维护他俄罗斯的资产 维护秩序啊 但是这个是太平息了之后呢 他还是不走 他不走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不走呢 他就在那里长期驻军啊 然后希望呢 把这个地方又变成下一个克里米亚啊 他的势力会不断的扩展啊 所以说把俄罗斯请过来呢 实际上也是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啊 那他为什么要请这个俄罗斯呢 多卡伊夫呢 他主要是考虑到啊 他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部门呢 这些安全官员他已经不信任啊 因为这个部门完全比老独裁者给掌握了 比老秃在的这个亲信他的侄子 还有这个刚抓捕的这个马西莫夫呢 给抓起来控制着 他就所以不放心 所以他必须呢 要请这个外面的军队过来 来做维持社会来做镇压的这个工作啊 所以他不得不请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啊 所以他也造成了一些隐患 那看来呢 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呢 会很快啊 得到一个平息啊 当然呢 他这个国家呢 正正走向自由民主啊 像美国日本啊 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但是起码呢 我们看到啊 还是走了一个比较进步的一步啊 因为毕竟把那个老独裁者 把邓小平啊 这个势力啊 给抓起来了 给控制起来了 我估计如果这个狠一点的话 那对他们一个一个进行审判 那首先你可以把马西莫夫给抓起来 要对他可能进行审判 其他的他们也可能在谈条件 或者让你出国 或者你把你的所有的财产呢 交给现任的总统啊 或者是交给国家 那我给你网开一面也可以 经过一番谈判之后 把这个邓小平就是老独裁者 那在巴耶夫 他的这个势力呢 要进行进一步的清算 我想呢 哈萨克斯坦呢 会有进一步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改善 但哈萨克斯坦毕竟是一个小国啊 他肯定会受到俄罗斯 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国家呢 都不是好的一些国家 都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在受他们的影响之后呢 肯定呢 哈萨克斯坦变成一个 彻底的民主国家呢 那目前来看 绝对是不可能的 除非呢 中国变成民主的国家 除非俄罗斯呢 彻底的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好 今天呢 哈萨克斯坦的局势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